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人工智慧、AI相关伺服器和半导体的强劲需求推动下,台湾科技行业的顶级制造商4月合并销售额同比增长19.4%,19家公司的合并销售额连续第二个月增长,达到1.27兆新台币,折合395亿美元。 去年,由于全球计算机和智慧型手机销量下滑,这一数字有所下降,但由于与人工智慧相关的需求,现已重拾增长势头。 包括苹果、iPhone在内的多种产品的组装商,鸿海精密工业,实现了19%的年营收增长。 鸿海今年5月表示,这受益于市场对云相关产品的需求。 AI伺服器制造商广达电脑,实现了25%的增长。 与此同时,iPhone组装商合硕营收遭受16.5%的下滑。 主要生产计算机的人宝电子出现2.2%的下降。 在晶片领域,由于对尖端AI晶片的需求旺盛,台积电4月份的收入猛增59.6%,创下历史新高。 主要专注于传统半导体的联电,实现6.9%的增长。 提供半导体封装和测试服务的日月光控股,实现5.8%的增长。 晶片设计商联发科和DRAM制造商南亚科技,分别实现48.2%和41.9%的增长。 不包括台积电在内,这些企业销售额仍未恢复到2022年的水平,当时整体晶片需求正蓬勃发展。 这些公司将专注于今年下半年需求的恢复程度。 华硕电脑在一年内实现33%的收入增长,部分原因是从2023年4月的低迷中反弹。 显示器制造商友达光电在完成对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BHTC的收购后,实现28%的增长。 台积电的春季技术研讨会展示了该公司工艺技术的持续进步。 台积电于2023年第四季度成功开始采用第二代300米及工艺技术生产晶片,实现了计划的笔成碑。 N3E工艺如期进入量产,缺陷密度与2020年量产时的N5工艺相当。 台积电将N3E量率描述为很棒。 目前,唯一使用N3E的处理器,苹果M4,与基于N3工艺的M3相比,电晶体数量和运行时钟速度都大幅增加。 台积电一位高管在活动中表示,N3E按计划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。 他们已经看到客户产品的出色产量表现,因此他们确实按计划进入了市场。 除了苹果之外,市场传出谷歌Pixel 10系列将采用台积电的300米SoC而非三星。 为了帮助实现这一转变,有传言称,谷歌已经扩大了其台湾研发中心,预计该中心将与台积电密切合作,生产迄今为止最好的晶片。 去年有消息称,三星代工厂已获得制造谷歌新款智慧型手机AP应用处理器Tensor G4的订单。 该晶片将用于今年发布的Pixel 9系列手机,这款新晶片将采用三星SF4P第三代4奈米工艺制造。 预计谷歌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为Pixel 9系列推出由三星代工的处理器Tensor G4。 然而,据说明年,谷歌将采取不同的策略,其Pixel 10系列将会采用台积电的300米SoC。 Revynos发文章称,为了加快推出首款3代米晶片组,可能被命名为Tensor G5的进程,谷歌已经扩大其在台湾的研发设施。 据称,该公司正招募半导体人才,这可能会促进其内部晶片研发工作。 此前有传言称,谷歌将利用台积电的300米N3E制程来生产其尖端晶片组。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,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近期分享了其300米N3家组的最新进度。 相对于N3E来说,N3P将进一步提高效能效率和电晶体密度,目前的良率也已经接近N3E,将按原定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投产。 据介绍,最初的N3又名N3B生命周期较短,苹果是唯一主要客户。 N3E制程为N3B宽松版本,取消一些EUV层,也牺牲一些电晶体密度,但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,并扩大制程窗口、Process Window和良率。 然而,尽管这些变化有时会降低电晶体密度和功率效率,这种权衡可以通过设计优化来缓解。 N3E以按计划于去年第四季开始量产,目前N3E的D0缺陷密度与N5相当,已经有多家大客户采用,相关客户产品都有出色产量表现。 对台积电客户来说,他们都能相对较快地从改进制程中获益。 至于计划今年下半年量产的N3P制程,台积电表示,N3P已经完成认证,量率表现已接近N3E。 在相同漏电率下,N3P制程能提高4%效能,或在相同主频下,功耗降低9%,整体电晶体密度提高了4%。 这种改进对于处理器开发人员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,尤其是在当前能源效率质上的晶片设计环境中。 由于N3P是N3E光学微缩板,IP模块,制程规则,电子设计自动化,EDA工具和设计方法等都与前者相容。 因此,台积电预计大多数新推出的晶片TAP-OUT将使用N3P,而非N3E或N3,因为N3P成本比N3低,效能效率却比N3E高。 台积电高管指出,目前已成功交付N3P技术,也通过认证,量率、效能接近N3E。 N3P的最终生产准备工作,预计在今年下半年进行,届时将进入HVM大批量制造阶段。 台积电预计晶片设计厂商将会立即采用。 鉴于其效能和成本优势,N3P有望受到台积电客户的青睐,包括苹果和AMD。 虽然基于N3P的晶片上市的确切时间仍不确定,但预计苹果等主要厂商将在2025年处理器系列中使用该技术,其中包括用于智慧型手机、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的SOC。 台积电高管表示,他们通过成功交付N3P技术,且通过认证,量率表现接近N3E。 工艺技术也已收到产品客户流片,并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始生产。 由于N3P的PTA优势,他们预计N3上的大部分流片都流向了N3P。 展望未来,N3P工艺提供了N3E的光学缩放,并且也显示出有希望的进展。 它已通过必要的资格认证,并显示出接近N3E的良率效能。 N3P保持与N3E的IP模块、设计工具和方法的相容性,这使其成为对开发人员有吸引力的选择。 这种连续性,确保大多数新晶片设计流片有望从使用N3E过渡到N3P,利用后者改进的效能和成本效率。 随着N3P工艺的成熟和稳定,客户已经开始将其应用于实际生产中。 台积电的下一代工艺技术N3P以其成熟的制程优势,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投入生产。 这一技术的推出将为处理器开发人员提供更大的效能和效率提升,同时也为台积电的客户提供更广泛的选择。 随着更多客户开始采用这一新技术,期待看到工艺技术的持续进步和晶片设计的创新。 或许这也能改变大众对于台积电N3节点提升不大的看法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